终于来到暗黑武术会总决赛 大家好,我是全书 不怕死的观众是一波接一波 金流他们也从黄牛那里骗到了四张路场券 因为决赛规定了必须有队伍1v1 所以双方都把自己的金主叫出来替补 护鱼里这边是左晶 而U住这里是自带干兵特效的小燕王 不过他们两个都不会参与战斗 小燕王甚至还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 桑源这时还不知道幻海已经走了 另外比赛开始前 牡丹还是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他对幻海的离开难以接受 好在后面金流过去安慰 原来幻海昨天有来跟金流告别 他们两个之前就认识了 回到现场第一场由鸭对藏马 藏马这时已经提前喝过药水 他之前试验了好几次 喝完到生效需要一点时间 大概能维持15分钟 比赛一开始藏马就使出风华圆武阵 这招目的是为了不让鸭靠近 以及拖时间等待变身 因为根据之前的情况判断 鸭的能力是碰到对手就会爆炸 结果鸭竟然直接朝藏马走过来 空中的花瓣虽然很锋利 但这一次鸭在没有碰到的情况下 那些花瓣也炸掉了 所以藏马前期的判断失误 他现在这个形态和鸭的妖力差距明显 因此他看不到鸭的能力 简单理解就是前卡等级不够 很快藏马就陷入被动 另外他之所以没有变成妖狐 可能是因为之前试验了太多次 从而产生了一些适应性 没多久鸭就玩腻了 他用更强的妖力让藏马看清自己的能力 原来鸭可以用妖力制造并操纵炸弹 随着一声巨大爆炸之后 鸭的手掌被刺了一朵玫瑰 而藏马终于变成了妖狐藏马 他现在就可以看清那些炸弹了 随后藏马种出了魔戒的寒羞草 他们会主动攻击活着或带火的物体 这简直就是为鸭量身定制 同时这些寒羞草还具有感情 如果处理不彻底 他们只会越来越生气 接着鸭的口罩掉了 同时他也被寒羞草包了起来 不过比赛并没有结束 在一声爆炸之后鸭全灭了寒羞草 而且因为他的口罩掉了 护羞饼提醒左晶站在他的身后 紧接着鸭开始吸气并变成金发 他这次将燃烧物质吸入体内 整个身体现在就像一个火药库 而双手则是起爆装置 只见他从空中冲向了藏马 这次的爆炸直接炸开了场地 观众自然是灭了不少 好在藏马这时还活着 不过他已经不是妖狐藏马了 这才过了五六分钟 局势再次反转到鸭这边 藏马现在的妖力所剩不多 但他立马采取了近身战 很快藏马击中了鸭的胸口并流血 而鸭从身体里拿出了摩羯草的种子 这一招之前藏马用过了 但他的目的并不在此 随后藏马就被地下炸弹马迪波给炸了 很快他就因全身被炸上而倒地 结果就在鸭准备最后一击的时候 藏马用尽妖力召唤出嗜血植物 那些植物朝着鸭胸前的伤口插进去 这才是藏马刚才那一击的真实目的 最后藏马起身而鸭被干掉了 这里动画漫画虽然说法不一样 但他们都有表达了同一个意思 那就是男野修一的身体正在结合妖狐的力量 不过这场比赛是鸭获胜 原因是藏马那时候倒地已经超过10秒 他是在10秒之后才开始反击 按照规则就是藏马输 漫画里面也是张说明的 只不过动画在处理上有点问题 因为动画做成不到10秒的时候 藏马已经开始反击了 因此这个地方才会造成一点误解 第二场比赛是5V对飞影 5V一上来就亮出了自己的巨斧 而飞影则亮出了自己的右手 藏马从他绷带的残法推测 飞影可能已经掌握了炎沙黑龙波 接着比赛开始 5V首先发起攻击 但飞影说5V并没有使出全力 随后5V就开始疯狂丢石板 而飞影则用邪王炎沙练狱胶 把那个斧头给打断了 之后5V终于开始认真了 他脱下了自己的铠甲 原来那些铠甲是为了限制自己的力量 脱下之后 5V爆发出惊人的武装斗气 同时他也让飞影拿出真正实力 现在的形态 飞影无法轻松打败 即使5V中了自己的十字形武装斗气 看起来也跟没有事情一样 接着飞影终于解开自己的封印 黑龙缠绕的右手迸发出了火焰 他准备使出修炼完成的招式 此时小兔赶紧把树里拉出了场外 瞬间惊人的腰气充满全场 随着一道红色闪电披下 飞影怒发了一记 炎沙黑龙波 只见一条黑色巨龙直奔5V而去 凭借着无中斗气 5V暂时挡住 但飞影随后又加了一股妖力 那条巨龙带着5V在会场盘旋 腰气弱的观众被直接烧成灰 之后那条巨龙还冲出了会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5V竟然把巨龙给折回去了 现在看来反而是飞影被黑龙波反噬 然而比赛还没有结束 只见空中突然降下一团黑色火焰 散去之后 飞影的表演才刚刚开始 原来这才是黑龙波的真正用法 飞影把黑龙波整个吃了下去 他现在等于是完美支配了那条黑龙 一瞬间5V竟然有点胆怯 任凭他怎么攻击飞影的无效 他的无装斗气还被轻松化解 随后飞影如生龙一般 将5V直接击出场外 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5V此时有了轻生的想法 他以前挑战护威吕失败 想要打败护威吕的信念 就变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为此他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但随着护威吕变强差距越来越大 如今5V又输给了飞影 他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 不过飞影并没有动手 第二场比赛由飞影获胜 但是他刚才那一招有一个缺陷 就是用完之后会冬眠几个小时 他是相信优助他们会赢才这样做的 然后飞影就可爱的睡着了 之后就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 这是因为场地需要重新整理一下 此时桑源很明显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本能的在惧怕护威吕胸 这是故事开始以来比较少见的情况 好在雪菜的加油还算有用 接着护威吕从上一个会场把擂台搬过来 看到张的情况桑源又不行了 几个小时过后飞影醒了 第三场比赛也正式开始 由桑源对护威吕胸 桑源一开始就借助试炼之剑 凝聚出了利样惊人的灵气剑 随后他一剑劈开了护威吕胸 正当他以为自己获胜的时候 桑源遭到了来自身后的攻击 护威吕胸从地上钻出来 刚才桑源劈的是拟态 这个护威吕胸可以任意改变形态 同时还可以移动体内器官 之后他拿起了试炼之剑 并认为这是幻海的遗物 桑源到这时才知道幻海已经挂了 他无法接受自己被隐瞒的真相 接着护威吕胸就给桑源演了一段 幻海和护威吕胸的故事 并且还可以让幻海人偶再挂一次 这也算是精准踩到雷区了 此刻桑源已彻底愤怒 他的皮肤直接挡住了护威吕胸的攻击 愤怒让他的灵力不断提升 随后桑源从手里飞出了许多灵气碎片 他成功把护威吕胸打得四分五裂 然而只是这样的话 护威吕胸还是有办法恢复原样 因为内部器官可以自由移动 所以护威吕胸说出自己的弱点是心脏和大脑 之后桑源再次被控制 而护威吕胸在鸡婆完了之后 终于准备干掉桑源 只不过桑源拖完伸长了灵气 并拿到了试炼之剑 护威吕胸再次被打得四分五裂 但老样子他还是可以复原 这时那个试炼之剑变成了一个拍子 他好像可以根据使用者的心意改变形状 这下桑源终于把护威吕胸拍美了 第三场比赛获胜的是桑源 但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他生气的揍了幽珠一拳 为何要刻意隐瞒真相 其实幽珠也没有跟其他人说 在他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的希望 只要不说或许幻海还会回来 桑源很快理解这种心情 接着终于来到第四场比赛 开始前还有个小插曲 左经因为知道自己打不了 所以他用自己的命赌护威吕获胜 同时小燕王也用自己的命赌幽珠获胜 但小燕王会挂掉吗 接着大赛运营通知休息10分钟 他们需要讨论一下这个决定 不过我们都知道他们早就被干掉了 左经是想趁机吵乐一下气氛 随后他就跟护威吕说了自己的过去 大概意思就是左经出生于普通家庭 有5个兄弟姐妹 其他人都很正常 只有他自己出了问题 直接一点讲就是 他是个追求刺激和血腥的疯子 这里有一个动画漫画的区别 漫画是讲给护威吕听的 而动画看起来更像是讲给静流听的 随后休息时间到 但在比赛开始之前又有人出现 原来护威吕兄刚才没有挂掉 他只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恢复 不过他随后又开始口无遮拦 他说幻海都赢不了护威吕 更何况优助 另外他还抱怨 没有在幻海年轻的时候把他占为己有 反正就是说了一些不堪路儿的话 于是护威吕兄就被护威吕一拳打碎了 毕竟护威吕还没有出卖品性 讲了这么久 最后场比赛终于开始 按照惯例 护威吕先脱衣服 他首先拿出80%的实力 光是他散发出的妖气 就已经干掉了那些弱小的妖怪 另外小燕王和小波也分别支起了屏障 接着幽助首先攻向了护威吕 而护威吕就连拳锋都威力惊人 不过他在打了几拳之后就停住了 因为那个方向有女性观众 目前两个人都还在试探阶段 接着幽助开始蓄力灵丸 但他并没有发射 毕竟现在一天还是只有四发 面对幽助的小心谨慎 护威吕直接一拳把擂台打碎 他帮幽助制造了一个绝佳环境 随后幽助的灵丸正面击中护威吕 并且把他打到了场外很远的地方 同时擂台也都碎掉了 这场比赛界限已经没有意义 当然护威吕并不会这样被打败 除了裤子破了和墨镜眉二之外 他连发型都没有乱 回到场内的护威吕看上去有点失望 他表示达到幽助只要80%就够了 而幽助则表示 原来幽助一直带着骤灵定修之行 这是试炼之前幻还给幽助带上的 他属于灵光波动的修行之一 只有保持满负荷的灵力状态才能够自由行动 这个修行的目的跟悟空当时交悟犯 平常就要保持超赛形态类似 接着幽助在解除了限制之后 他的灵气化身不死尿冲出体内 难得护威吕这时一蓝保持80% 于是他就被幽助暴揍了一顿 不过中途幽助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惊人的杀意 此时护威吕的身体像漏气的气球 但他随后说了一句百分之百 瞬间惊人的妖气散步全场 能力一般的直接被秒 护威吕绿终于要使出百分之百的实力 整个过程虽然是有点久 但幽助并没有打断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他也想见识下百分之百的实力 接着护威吕一个弹指 幽助就被打飞老远 随后他开始疯狂给幽助比赞 此时的幽助有点应接不暇 他只能趁着烟雾发起攻击 但护威吕在给他比了一个赞之后 就又把幽助打飞了 不止如此 现在的护威吕 光靠吼声就可以冲散灵丸 之后护威吕开始现场教学 首先幽助缺乏明显的危机感 不要以为是主角就不会挂掉 你在第一集的时候就已经挂掉一次了 其次以幽助目前的实力 在百分百的状态下一只手就够了 另外因为这个形态会非常饥饿 所以护威吕开始吸收场内的妖气 这个大会的目的果然还是除妖 而且功劳最大的应该是护威吕 此时观众席的妖怪想跑 而左晶则升起偶一墙 既然如此 那观众就想打败护威吕 结果可想而知 随后生气的幽助发起反击 观众席的妖怪们开始支持幽助 当然仅凭这样肯定是打不过的 此时影子已经看傻了 而护威吕开始用影子他们威胁幽助 他故意打中影子旁边 果然幽助的力量又增加了 但这还是不够 关键时刻 幻海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暂时附在了小波身上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幻海告诉护威吕 你只要拿一个同伴祭天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逼出幽助的潜力 幻海也是想趁机逼幽助一把 同时这个办法护威吕也想到了 随后护威吕选中了桑元 幽助这时的阻挡显得十分无能为力 而桑元这边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没有退缩的一个人冲了上去 然后被护威吕一掌刺进胸口 桑元最后对幽助说别让我失望 说完他就倒了下去 终于幽助开始爆发了 那一瞬间护威吕选感受到了一股寒气 不过幽助现在的灵气很乱 因为他非常自责 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同伴 如果不是他桑元也就不会死 此时护威吕选很满意幽助变强 但幽助似乎并不想打 两个人在观点上产生一点分歧 护威吕选想告诉幽助 只要自己变强就够了 而幽助认为没有同伴他走不到今天 于是护威吕选就想再干掉一个同伴 结果瞬间就被幽助拦下 其实在某个瞬间 幽助也曾憧憬护威吕的力量 只不过他想起了幻海的教诲 内心才得以坚定 接着幽助竟然一拳打飞了护威吕 并同时又发射一颗灵丸 但即使这样护威吕还是没有被干掉 接下来就是最终回合 只见护威吕再次变身 他使出了100%中的100% 相对应的幽助也集中了所有灵力 胜负就在这个回合 幽助首先发出了一颗巨大灵丸 护威吕用双手进行了防御 随后幽助灵力用尽 但灵丸并没有消失 在一声怒吼之后 灵丸被护威吕捏碎了 此时护威吕感谢幽助 这是他第一次使出了超过100%的实力 但反作用也随之而来 护威吕身体外部突然碎裂 不过他也见识到了 幽助威吕同伴可以使出120%的实力 应该算是死而无憾了 这场比赛最后是幽助获胜 接下来我们开始这个篇章的善后工作 首先幽助赢了比赛之后并没有很开心 因为桑圆已经挂了 诶其实并没有 因为当时护威吕并没有击中要害 桑圆只不过是顺势演了一下 随后桑圆就被幽助给揍了 接着左晶愿赌服输准备自行了断 虽然小炎王并没有这个意思 但左晶准备把自己和整个经济场炸了 于是大家开始逃跑 期间小炎王想劝左晶一起走 金流这时也跟得过来 不过左晶没有答应 他把自己的怕黑嘀留给了金流 顺带一提 左晶和金流这段是动画原创 非要解释的话我觉得是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另一边影子这时还没清醒 他是被幽助给揍醒的 结果大家自然是一起逃出去 幽助他们这时觉得 就算冠军能够许愿 换孩也不会死而复生 最后交代一下护威吕的事情 小炎王回到灵界之后见了护威吕 他说以护威吕之前身为武道家的功绩 是可以将功抵罪减少责罚 不过护威吕却主动选择要去冥玉界 那是地狱中最残酷的一个地方 要在一万年内承受痛苦并重复一万次 之后小炎王让人查了过去的事情 原来在五十年前 护威吕被邀请去参加黑暗武术会 当时去邀请护威吕的是妖怪馈恋 他当着护威吕的面干掉了所有土地 同时还撞伤了护威吕 这就是护威吕的转折点 那之后他消失了三个月 在出现时心中也有恶鬼忌诉 护威吕在决赛的时候干掉了馈恋 然后就许愿转身为妖 这主要还是因为护威吕无法原谅自己 在续名誉界的路上护威吕碰到了幻海 原来幻海早就猜到他会选这条路 其实护威吕一直想要赎罪 他无法走出那段阴霾 追求强大只不过是用来欺骗自己的借口而已 随后他让幻海不要再管自己 并提醒幻海幽助还可以变得更强 但千万不要像自己这样 最后的最后 护威吕在下眼镜对幻海说 总是给你添麻烦了 他们两个的剧情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之前护威吕干掉幻海的时候 就已经猜到了幽助的冤枉 也可以说是他逼着幽助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在大家准备回去的时候 幻海复活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不得不说这个篇章的结局真的太好了 难而当大家坐船离开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发现 岛上还留有一个危险人物 我是全书 下期鲜水篇开始 我们下期继续